六祖会能做了什么祭祀才当上法师的? 在过去,凡是要当法师, 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 什么叫印证? 那是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 问济语,问过心来, 得到他们认可, 确实误了道,就能当法师。 所以不能随便什么人就称法师的。 比如说禅宗六祖的上师吴祖, 要传一波的时候, 他就要印证,看谁能当法师, 于是就喊大家做个妓子来。 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 感到很着急, 为什么? 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 神秀经常代表他的师父讲经书法, 如果这个妓子不够法师水平, 那就完了。 神秀深深深深知道自己是不行的, 但是他毕竟散会甚重, 还是比较聪明, 就想了一个办法, 悄悄写了一个妓子来, 贴在墙上。 他就派旁边的师兄弟, 跟他比较亲的亲信, 去看着。 如果师父说这个妓子非常好, 他就说这个妓子是他写的, 如果说不好, 就不吭声了, 就采取这个办法。 他写的是, 这个所谓做妓子嘛, 就要铲明般若真如的镜像, 就是法身镜像。 神秀写的身是菩提树, 他的意思是, 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嘛。 因为拿摩释迦牟尼佛, 不是就证菩提了吗? 因此身是菩提树嘛, 不是我们肉壳壳。 心如明镜台, 不落昏尘嘛, 清清楚楚的, 不是人死了, 而且万物皆能关照道, 因此心如明镜台嘛。 时时勤服事, 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嘛, 就拿起鸡毛胆子, 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嘛, 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 全部打扫干净。 六祖会能做了什么剂子 才当上法师的。 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 全部打扫干净。 务实染尘埃, 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嘛。 神秀想, 这个剂子好啊, 张贴起来后, 在那儿听消息。 六祖那段时间很小, 只有十二岁, 他在厨房里头工作, 正好提起水从那儿经过, 他听到有人在念记子, 他就说, 哎呀, 我都想写一个。 那些师兄说, 哎, 对, 小师弟, 你也来吧, 你来写一个吧。 我又不会写字的, 他说。 师兄们说, 你不会写字, 你说, 我们给你写嘛。 他说, 好嘛。 正因为他不会写字, 他就只能应机写题, 他看人家咋写, 他就咋写。 人家说, 身是菩提树, 他马上就说, 菩提本无树, 意思就是说, 既然正到菩提的境界, 哪里还有个树, 有树就有妄想, 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 所以说, 菩提是明为菩提, 实无菩提所得, 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 神秀说, 心如明镜台, 他说, 明镜亦非台, 意思就是说, 虽然明镜, 乃明为明镜, 而无明镜所取, 人家说, 时时勤浮事, 他就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你说的要时时勤浮事, 勿时染尘埃, 他说, 本来无一物, 发生清净, 什么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 他这个妓子就非常的干净, 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 他是正确的, 这下大家大惊失色, 哟, 正道好高深! 正因为这首妓子, 后来五祖才传了一波给六祖慧能, 六祖才能当法师, 才能当祖师的, 本故事来源于借心经, 说真谛,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